司部長跟英主委 我先問你們兩位 同時一個問題 在這一天我的題目 薛恩您好 不用客氣 在未來的國家發展委員會裡面 要長理國家發展的政策 國家發展的計畫 經濟發展 社會發展 產業人力發展 偶土規劃 永續發展 等等 然後經濟部 經濟跟能源部 在這樣你的經濟發展的政策 都已經由以後的國發會 國家發展委員會制定去了 所以你的經濟部 對經濟政策的主導 你變成什麼樣的地位 相互答覆我一下 你先說 謝謝薛恩 我還是按照上中下游的順序來跟您報告 那你是上游 我是屬於比較上位的部分 你上游 那你是下游 基本上將來是叫 這樣好 那就變成我 我變成領務局了 我先保留你的說法了 再來這個 我再請教 跟薛恩 因為實際上將來 即使是說將來是國家發展委員會 跟現在經濟會 它的範疇不一樣 但是經濟會 像現在來講 它還是一個 打個比喻 打個比喻 你是打個比喻 你是國安會 然後它是國防部 會這樣嗎 這個有一點隱喻私益 也不太恰當 那你說不是這樣 同是這樣 雖然都信了一個國在那個地方 但是那個 實質上的關係不是這樣 對對對 那不是這樣會變成怎麼樣 他說你是上游 他是下游 雖然東漢都信了一個經在那個地方 但是裡面內容不太一樣 好 我保留你的答覆了 是是 那是我的見解初步 我認為說不應該有上下游的關係 應該是分工的關係 應該是分工的關係 上中下游是分工 一個是垂直整合一個是垂瓶整合 對對對 因為您講到分工嘛 我就跟您據實以報嘛 他是上中下游 你意思只有上下棋手這輝坦就對了 我沒有這樣講 上下棋手這輝 這輝坦就對了 這個我們不能這樣子 你不要佔有了 實在太多了 我現在請教部長 謝謝 在這樣的一個架構之下 經濟跟能 經濟及能源部未來 會不會在實質上 實質的功能上面 這個萎縮成為商品出口能源進口部 我跟 我跟妳一個實質的 實質的一個名稱 不會嗎 不會 不會嗎 為什麼呢 因為經濟部的業務裡面寫得很清楚 我們對產業發展的工作 舉個例子 這是個例子而已 是我們基本的工作之一 另外像剛才有人提到 自衛財產權也是我們的工作在那邊 這都是非常基本的工作 所以絕對不會只是商品出口 剛才委員講的 絕對不會 不會變成 是台灣非常重要的工作 實質上商品出口跟能源進口部 從商品出口來講 推給自由市場 你們廠商要自己努力 推給自由市場 所以我就管出口等等的行政業務 各位報告一下 那這個能源呢 以貿易來講 我們有一個貿易法 裡面對輸出輸入 都需要有個政策在處理 也需要有一些管制的 那個引主委請你回座好了 引主委請我現在對部長比較 比較友好 謝謝 謝謝你 對我友好 謝謝 對你友好 我現在對你友好 我都幫你夫妍姐了 知道了知道了 你晚上這個時候 我還在call你幫你們講話 謝謝謝謝 好 商品出口能源進口部 我這樣的形容 希望是個警惕 我了解 像能源 我們能源部 我們能源部 現在的這個能源局 現在能源署 以後變成能源署 現在能源局 跟實際上我們所期待的那個 功能目標 你看差多遠 你看差多遠 這個當你警惕 所以我就很擔心 換他這個新瓶裝舊酒 重組以後呢 他的功能沒有自變 就跟委員舉個例子就好 能源局以後成立能源署 會擴編這第一個報告 這裡面我舉個例子 它裡面有個組 我沒有記錯的話 要準備處理氣候變遷的議題 因為能源的使用 跟氣候變遷是有關係的 當然氣候變遷在環境支援部 有個統籌的 那經濟部做個能源的管理單位 政的單位 是很重要的部分在那邊 氣候變遷 是的 地球暖化 是的 你不要像馬主席昨天講的 氣球暖化 你把地球變成氣球 我為什麼這樣講 有些人長期就沒有系統性的觀念 對問題就沒有系統性的一個研究 所以名詞套在嘴巴都會講錯 我就擔心這個 所以我現在要擠兩個實例 讓你思考 謝謝 那能夠回應 記得回應 你不記得現在我們這一個 你屬下的 這個四大國營企業 台唐變成土地出售公司 如果他沒有土地出售 他沒有土地的出租 他連薪水都花不出來 台電 台電變成什麼 變成能源的一個進口撇銷公司 他對這個電力的開發 其實最根究底只是 這個一些燃料 一些燃料的進口而已 那這個中油呢 類似嘛 一樣嘛 所以現在我要問了 以後的經濟及能源部 在這個經濟發展 跟能源的這個開發應用 管理上面 對台灣國家的永續發展 所需要的這個經營 這個經營而言 所以對這個所謂台電公司 中油公司 有沒有必要加以解體 重過 然後讓它徹底的自由化 電力自由化 油品自由化 這個市場自由化 然後變成這個民營 變成民營 然後透過這個結果 把現在腐敗 壟斷造成的這個腐敗問題 徹底解決 也讓這個資產呢 重新活用 透過這個 自由 這個市場的自由機制 重新活化 然後呢 相對的解決我們的經濟問題 也同時解決我們的財政問題 我跟文豹 有沒有這樣的方向跟構想 好謝謝 非常好 謝謝文的指教 基本上 經濟部一貫的立場 是大力的支持自由化 自由化才是台灣的出路 現在沒有啊 我再講下去 對啊 那我就分別報告一下 簡單來 用時間回去 我知道很快很快 現在毫無自由化 有已經是在自由競爭 沒有競爭 有自由競爭 如果競爭的話 你這個中油的貴 齁 這個台塑的 這個便宜 齁 為什麼便宜 齁 因為他有賺錢嘛 所以他實際上應該 應該要叫便宜啊 他應該 既然他有利潤 中油虧損 那這樣 在同一個市場市面 他如果是自由競爭的 這個時候呢 他應該增加他的銷售量 他應該降低他的價格 齁 那我們對整體經濟才有貢獻啊 各位報告一下 現在這國他是跟著分商 聯合壟斷 沒有不是不是 以台數實化 整株 棄才有做例子 去年 還是虧了150億 那個部門 那個部門 不過這個是 有只有這個委員報告 時間有限啊 所以我不多說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電業法應該做修正 朝自由化路再走 這基本方向我們也支持 因為台灣剛剛講過 只有自由化 才是台灣該走 基本方向 但是我是期待說 不只是支持 或方向你認同 而是實際的 作為上面 這個新改組以後的 經濟跟能源部啊 能夠徹底 有時間 有時間 不要把它做這樣 因為台電公司啊 這邊簽得到兩個東西 台電公司啊 這一隻恐龍啊 已經缺乏食物啊 所以他自己會餓死啊 但是養這隻恐龍呢 你現在就要 到處張偶 很多的這個 食材啊 來餵保他 但是呢 已經張偶不到啦 所以 人民都教起來啊 在你認為是 在你認為是 稍稍漲價 反應成本 但是在廣大的人民裡面啊 市場裡面啊 大家都是 這個民生聊困啊 哼 哼 哀風變雷啊 為什麼這種落差 就是整體啊 我們採用整體的經濟結果 在這個能源的使用 運用管理 經營等等上面 已經產生的一個體制 這個體制的敗壞嘛 簡單報告幾句話就好 對 講到能源 油品 我是講兩個就好 一個是 稀有管理法 一個是 天然氣事業法 這都是牽得到自由化 如果去運作的問題 嗯 第二話就牽得到 剛才提到的 所以現在喔 現在這個我們 亡者意義啊 來者可追啊 齁 該修法的修法 該強化執行效率的 強化執行效率 這一點 這一點喔 台灣的這個市場 一定要做到 這個非常完整的 真正的自由化 不然就沒有前途啦 所以我剛才跟我們看法是一次 我們本身沒有天然資源 你保護什麼呢 所以我剛剛講過 保護就是腐敗嘛 保護這個特權嘛 所以要開放競爭提高效率 齁 才能夠引進活水啊 齁 這個觀念我剛剛講了 所以你保護這些國營事業啊 最後是整個公布我們 整個政府癱瘓 跟腐敗 齁 所以台灣在為 這樣繼續下去不到20年 就是因為經濟而滅亡啊 不是因為政治台獨而滅亡啊 沒有 那第二個齁 你這邊有產業的產業 產業發展期嘛 對不對 我再提一個題目給你思考啊 齁 好像這個是要問陸委會的 其實啊 我現在從那邊 從那邊引資料 引用資料 來向你這個轉述啦 齁 北京啊 北京高層啊 在檢討這個 台灣的 到台旅遊的事業的時候 他們最後怎麼講呢 他們報告得很有樂觀啊 台灣整個市場已經變成 我們中國觀光市場的台灣路線 台灣整個市場 已經變成我們中國觀光市場的台灣路線 這一句話丟給你 產業發展 台灣的觀光產業發展 變成人家的一條觀光路線 不過 齁 這一個住主就沒啦 第一日跑到那邊去啊 齁 這個 路線的規劃 車化市場的 這個 齁 這種發展車類等等 都是在那邊主動 我們這邊被動 我跟我們報告一下 剛剛委員就提到 一開始提到 出口的事情 對 經濟部的 基本的政策很清楚 經濟部會變成商品出口部 不會 不會 像以這個觀光產業來講 就變成 市場多元化 這是我們一貫的政策 市場多元化 是我們一貫的政策 這個理想目標 你練過書 我練過書 大家都練過書 所以教科是一番 都知道怎麼講出美麗的 齁 這個資源 讓大家永遠有期待 齁 所謂有夢最美 對不對 但是實際作為的時候 我們今天看到的是台灣 齁 你不會覺得說 三大問題 我整理出來 三大問題 將讓台灣存亡 關鍵 第一個 國家發展失衡 你看台北房地產 齁 五十萬一平平均喔 南部呢十幾萬喔 齁 是那不到十萬喔 但是那品質的功能 對國家經濟發展 對人民生活品質的貢獻 哪一個大 你發展失衡 發展失衡的後果會怎麼樣 第一個 第二個 產業外流 你怎麼發展就外流 怎麼發展就外流 齁 你看這邊培養大了 就外流 齁 連高科技也開始加速外流 為什麼 產業外流 第二個 第三個 就是我們這個 掌握國家 援頭 經濟 河水 沿頭的這些國營企業 腐化 腐敗 這三大問題 不可徹底解決 台灣真的很快就完蛋 我跟各位報告 就以第二點做的意思 我們是用 產業外流來做形容 這個感受我們了解 不過 基本上 我覺得台灣產業 要做是 產業要全球化 嗯 這方向 這幾年看起來 我們的企業 也在 布局全球的工作 做得相當的不錯 進出雙向 是的 進出雙向 發展多元 發展多元 然後這個經濟效力 回頭來整理 檢討我們國家整體的經濟效力 不斷提高 這樣就不會所謂的產業外流 所以 形式上的出去進來那個 不重要啊 但是實質上產生的後續 真正的經濟效力的影響 才是重要 所以 所以 這些 檢討檢討 我不希望說二十年內內台灣滅亡 所以 現在 必須要有遠慮才不會有禁優 現在禁優已經天天浮現 所以 要責怪你等等 因為 這個冰凍三十非一日之寒 叫你一個人承受 真的是不合理 不公平 但是 現在你職位 職位在所 你有責任 你有義務 你應該發揮這功能 我很喜歡當你的位置 你知道嗎 謝謝 為什麼不是要搶那個位置 我也看著台灣經濟這樣一直 一直這個敗壞下去 結果好像沒有人有辦法 我這個 真的不相信啊 謝謝 也不敢相信 也不願意相信啊 也受不了啊 你知道嗎 謝謝 所以啊 經濟能源部 不要變成實質的商品出口 能源進口部 絕對不會 謝謝 希望